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师妹铺女明星体重秘密 会报高一点 避免给观众带来焦虑 俗话说衣白遮白丑 一胖毁所有 为追求上镜好看 不少明星艺人除了在肤色上花费功夫之外 在身材管理上同样费尽了心思 对于靠脸吃饭的明星艺人来说 做好形象管理是必须的 为了迎合主流审美 娱乐圈中出现了许多纸片人 毕竟 大众能亲眼见到明星的机会很少 大多是在荧幕中看到明星的状态 而艺人在荧幕中呈现出来的模样比现实中要胖一些 因此要想在荧幕中有一个完美形象 身材方面要求十分严苛 在这种情况下 荧幕中完美的女神身材 在现实生活中会显得瘦削 许多纸片人明星在路人镜头下 呈现出真实的状态 让吃瓜群众不由的感慨明星追求 瘦削身材实在获得出去 2月7日 迪丽热巴师妹机智大多多 在社交平台上提到了这种现象 并曝光了女明星的体重秘密 因为镜头显胖的原因 女明星比大家想象中的要瘦很多 机智大多多直言 我们看上去有一点点肉的女明星 远比我们想象中要瘦得多 为了让大家有直观的感受 机智大多多还以自身为力 机智大多多透露自己身高 165cm 体重98斤 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很瘦 脸看着也比较小 但跟陈乔安同框时 脸明显比陈乔安大了一圈 接触到影视圈时 机智大多多才深切地意识到 镜头就是个骗子 女明星的脸在现实中 来看远比荧幕中的要小 在大家印象中 陈乔安的脸并不算小 是比较饱满的类型 机智大多多也有这种印象 因此在片场第一次见到陈乔安时 机智大多多并没有认出来 机智大多多表示 我第一次在片场见到她的时候 我没有认出来 我还以为是替身 之所以会以为是替身 还是故有印象所导致的 机智大多多直言 因为走戏条灯光都是她亲自站在那里 一般大牌演员不都是有光剃的吗 我以为是替身的 她脸真的只有巴掌那么大 直到正式开拍我才确定那是她本尊 除了陈乔安瘦的让人意外之外 机智大多多还透露被粉丝 叫做胖迪的迪丽热巴 在现实生活中也很瘦 作为迪丽热巴的师妹 机智大多多曾经常在学校 见到迪丽热巴本人 机智大多多表示 以前在学校见到的时候 我真的是被她惊艳到 美得肆无忌惮 身材非常的匀称 女明星在现实生活中 看起来很瘦 那与荧幕中体型相符合的体重 数据又是怎么回事呢 机智大多多透露有不少女明星 为了让观众和粉丝 不产生焦虑会需报体重 其实有很多女明星的体重 是会往高了报一点的 因为她们本身非常瘦 如果报真实的体重 可能会给观众和粉丝 带来一些焦虑 由此可见 女明星的体重数据是有水分的 因为职业的关系 她们需要保持瘦削的身材 普通人实在没必要追求过分瘦 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